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 2月22號星期三的 忍者無敵 大人哥早點名的 新春特別版的節目 為什麼要特別跟大家提醒說 是新春特別版的 當然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受到中視的邀請 非常非常的榮幸 我們在1月份和2月份的 早上8點到8點半的時候 在中視頻道 幫大家做線上的播出 非常非常感恩 因為今天星期三 3 4 5的話 是最後的倒數的三天 之後我在3月開始的話 回歸到我自己的YouTube頻道 然後上面會有 更多更多的資訊分享給大家 中視上也會 不斷不斷自播 優質的節目給大家 所以我說的 就是在我們這段 連線時間以來的話 其實大盤已經上漲了 1500點的行情了 當然今天 如果你早上有起床 有看到美股的指數的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說 今天看起來又是一個 不美麗的一天 因為主要美股的四大指數 全面收跌 然後甚至是說都有跌幅超過2%以上的跌幅 待會 我會詳細跟大家說明 你該如何去做應應去做應對 也就是我跟大家說明 到時候 因為其實我在節目上面的話 我希望分享很多很多好的資訊給大家 所以你看前一陣子我們幫大家辦 持股見證的活動 然後甚至是這個來 這個是新春五星級的精選的好股票 如果你有加我的Line 如果你有看我們節目然後把這個免費的 五檔的個股把它鎖取回去的話 來 我今天再開牌一檔給大家看 應該要再開牌兩檔 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有拿到的話 第一檔是超級低價 任何人都買得起的 康書6282 然後8069元泰的話是在第四檔的部分 就是它那個股價是越墊越高 所以一檔個股是昨天三十幾塊 然後元泰的話昨天是大概在200塊附近位置 這兩檔個股的話在昨天都同時創下了波段新高 所以五檔個股陸續轉強向上 就是我們跟大家說過的 就是到目前為止 我相信你應該還是不太敢買股票 但是我會告訴你現在目前的法人可能買得兇了 那買在哪裡 待會跟大家說明 昨天的康書你看尾盤拉上去有沒有 這我不知道誰拉的 我很老實說 我真的不知道誰拉的 但是我知道 這種的股票就會用那種所謂的輪動向上的方式 因為待會再跟大家做一個更深度的解析 因為我相信應該蠻多的投資朋友希望看到說 到底這個美股道瓊跌快700點 然後標普又跌破4000點 到底今天的行情 你該如何去做因應跟應對 所以第一時間你先去把我的LINE把它加起來 我們會有更多更多的好康的資訊 分享給大家都在我們的LINE的頻道上面 好 先看一下 對 如果你有需要持股見證的話 你可以加LINE之後 然後點一下持股見證的這個icon 然後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跟我問一檔股票 我會告訴你這個個股的一些看法的部分 當然買賣操作建議基於法規沒辦法提供 但是如果可以跟你多互動一些的話 我願意多協助大家多一些 因為畢竟這機會算是難得的 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先跟大家做一分鐘的一個小小的提要 來 趕快看一下昨天的大盤 跟今天清晨的美股 這個是應該大家都習慣的數據了 紅色 紅色黃底的表示是好的 如果是綠色綠底的話 是表示是比較屬於跌的 或者你比較屬於要注意的地方 昨天的台股的話毫無意外的 因為台積電也熄火 聯發科也熄火 所以昨天的大盤的話 就是霞幅震盪在那種 上下不太動的這個情況裡面 昨天大盤中場上漲了11點 可是你會發現說 中小的個股不一樣 因為中小的個股活跳跳 中小的個股輪動的可積極的 所以你看昨天的上市的指數 上漲了0.8% 而且再次創下了波段新高 我最近有沒有不斷跟你說到 是說真的不好意思 如果你有台積電 你有聯發科 你有紅海的人的話 我又再次戳你一下了 因為你會看到 好多很好的股票 在那邊輪動 走高 走高 可是你手上的台積電 聯發科跟紅海 卻是不太動 而且昨天講一個更糟糕的是 好不容易主管機關說 你金融股 你金控股 可以用你的資本攻擊 去做配期了 可是你會發現一個問題是 昨天的那個玉山金 竟然跌得很重 這就是跟大家說過的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純股族 或者是說一個比較偏向於 長期持有一檔股票的投資人的話 你這個時間點 你可能會比較悶悶的 因為你的股票都是 比較大支的股票 可是如果是中小型的個股 你看昨天的千金股 股王漲停板 然後昨天是七千金 包含像是創意跟翔碩 都重新回來到千金的位置 當然今天應該還是會有 所謂的拉回的過程 可是這就表示說 其實到目前為止 你看我們剛剛前面說到的 大支的股票 台積電 聯發科 紅海不動 可是小支的股票 那個信華漲停板 然後創意跟翔碩上千金 然後你看到這個 就一根停板可以上千金的 兩三檔 這種行情就真的是告訴你說 內支在主導現在目前的行情 內支在主導現在目前的盤勢 然後做這樣的行情早就已經開始了 它不是到三月份才開始 所以我今天二月底之前 再次跟大家提醒 再次跟大家重申 再次跟大家預告 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我理解的內支的法人們 他們依然是非常非常積極 在去做多的行情的 那當然今天清晨收盤的 美股的主要指數 道瓊跌了697點 然後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你看像是那個肺半的話 也跌了81點 那跌破了4000點的整數關卡 那跟利率特別敏感的是 科技股的納斯拉克 跟肺神半導體指數 也有分別也有2.5% 跟3%的這樣一個跌幅 那當然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 前幾天的包含像是CPI PPI 然後還有什麼零售銷售 都是比較高於預期 就是那個通膨的僵固性 目前看起來 還是比較麻煩一點點的 所以如果就這個禮拜的話 你看會有所謂的PCE的數據公布 甚至會有就是FED的利率 會議的紀要來公布 那甚至像是昨天你看像那個Walmart 就是零售的巨頭 Walmart跟加德堡 他們都有比較屬於那個過去的營收 就是第四季的營收還滿亮眼的 可是接下來他的一個猜測的展望 是比較偏保守中性的一個看待的 那這些相關的個股的話 也跟通膨跟一些相關的消費的力道 有一些比較直接相關 所以今天待會早上開盤的時候 台股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難免會有就是跟著昨天美股跌的 這樣的問題 所以你看今天清晨的每股 今天清晨的收盤的台子的盤後盤 也下得了157點 所以待會如果開個跌個100 150點 我覺得它算是符合預期 但是請你好好留意一下 就是待會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什麼 就是在中小型的個股上面 就是我跟大家說過的 你看現在中小型的個股 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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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耶 解封三八火 解封 就是那個新冠上陣三八火 你看昨天的有沒有 那個6000塊的特別條例 然後在吵吵鬧鬧之中就過關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大概4月份的時候 你可以領到6000塊 我們全民都可以領到6000塊的現金 到目前為止的話 你會發現說其實 在一些所謂的吃吃喝喝吃喝玩樂的 解封受惠的股票的話 到目前為止都還活蹦亂跳 比方說八方雲集 前一陣子才漲價而已有沒有 他美國的一顆的售價是25塊 這種股票依然還在創新高 所以這種股票的話 你要好好的去做一個 留意的這樣一個動作 當然美股的部分 因為今天是 清晨是收盤收跌的 所以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你看這邊 這是我常常跟大家說到的 我在看美股比較看科技股 納斯大哥的指數 你給我稍微留意一下 那個11500點 當然它昨天稍微跌破了 11500點到450點這附近的支撐區 能不能在這邊去做一個守得住 那對於後續的美股 就是比較能夠拉回手穩 再上的一個關鍵的部分 那同理而言 台股的部分 我也跟你說過了 你要看到1萬6000 1萬8000 2萬 不切實際 那不好意思 我在苦口婆心多念你 多念一些那種 在看多指數的投資人或者是新聞 真的沒有那樣的機會 可是如果是中小型的個股的話 真的是充滿了機會 所以現階段的操作的部分 內支主導 記底作帳 然後看大做小 是你現在應該要操作的重點的部分 那當然台積電你看昨天也跌了一塊錢 它就是那種悶悶的 那個明明巴菲特86%的股權 已經在去年的第四季 12月底之前 都已經賣到差不多了 可是到目前為止 它那個後座力還在 所以這是現在目前比較麻煩的問題 那新台幣匯率的部分的話 也回來到30.4到30.5附近 所以新台幣匯率 如果能夠在這邊去做指紋回穩的話 對於後續資金回來到台股的部分 一定有它的幫助的地方 那當然如果新台幣匯率跟著 就是全球的資金脈動比較重一點 所以還是要請大家稍微關注一下 你看這個台股的三重底 是不是如我們所說到的 已經是打完了 那打完之後的話 這個三千點的行情 就是我說過的 行情在絕望中已經誕生了 那如果你錯過三千點的行情的話 你現在就只好把握這個 半信半疑之中成長的行情 那半信半疑之中的成長的行情 我們再次複習一下 你要怎麼去做掌握 那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不得不看著數據面 看著法說面 看著有沒有利空徹底的面 那這些訊息的話 都會帶來所謂的 半信半疑之中成長的行情 跟個股的部分 貴買中小創下波段新高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早上跟大家說明的是在 台積電跟聯發科熄火了 然後指數要整理了 中小的話先創高 然後信華昨天股王漲頂板 千金股會帶動人氣 然後甚至像是一些準千金們 也都在往上去做比價向上 這是昨天比較重要的 關盤的重點的地方 今天的話你稍微留意一下的話 是在貨櫃 你看昨天貨櫃有一點點 貨櫃三雄有一點點想要去做反彈 因為他昨天都大概有漲 差不多4%到5% 能不能反彈 我們待會節目跟大家做說明 另外重點法說的部分的話 當然你會看到 像是世界先進 昨天的法說會 第一季他竟然講說 叫做是瞬間谷底 很糟糕 可是如果這件事情的話 也剛好我們來看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瞬間谷底 是第一季發生的 可是如果在所謂的第二季開始的話 他跟你說叫做是逐季回溫的話 能不能在今天的行情 今天的指數 今天的股價的表現上面 找出一個開低破底 然後甚至是開低測試 然後去做一個拉盤中 拉尾盤這樣一個動作 這是你今天要關注的 或者說最近一些 這些相關的法說會的個股 你必須要留意到的地方 他們如果喊空 會不會用利空來去做測試 他們喊多 你看前幾天的有沒有 我不斷跟大家提醒到的 驅動IC不是很糟糕嗎 不是啊 那個聯勇對不對 聯勇他開法說會的時候 跟你說有疾丹 然後庫存調的差不多了 這就表示說 其實真的有一種所謂的 第一季最壞 然後第二季開始回穩 甚至開始一個轉牆的過程 那智元的法術會的表現 待會再跟大家做說明 下半段的節目 會有更重要的操作的提醒 分享給大家 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回來 歡迎回來到 忍者無敵 大人哥早點名的 新春早點名的節目現場 上半段的部分的話 我們跟大家提醒到的是 在今天的台股的 待會的開盤 它難免會受到 今天清晨收盤的 美股的主要指數 重挫的影響 美股指數為什麼重挫 原因就是因為 這幾天看起來一些 通膨的數據是比較 看起來是僵固在那邊的 當然這禮拜的話 你可以稍微關注一下 因為即將要公布出來的 PCE的數據 跟像是FED的利率紀要 最近這幾天的行情 會用整理震盪的方式 去做進行 尤其是指數 聯發科 台積電 連紅海都不動 可是你會發現說 我們最近常常跟大家 分享到的 提醒到的 酷口婆心 碎碎念念到的 你就是看大做小 你看台積電不動 可是創意已經上千斤了 你可以看紅海不太動 然後天宇已經先創高了 什麼什麼 玉龍也快要創高了 這種觀念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關注一些 這些指標股們 指引出來的方向 你就找他們指引出來的方向 這些有沒有哪一些 小朋友們 受惠股票們 小經濟們 這就是現在目前的 講一個比較大方向 跟一個比較屬於操作面的 你應該留意的地方 我們繼續看下去 在早點名的部分的話 我們剛剛上半段 跟大家講一些重點 像是法說會 像是貨櫃運架 有可能會在這邊 谷底翻轉的 這些相關訊號的話 其實都是我們常常跟大家 提醒到的一些 操作的重點 我也說過了 就是到目前為止 如果 不好意思 我有時候講話 真的還是會比較 偏快一點點 假設如果我講得太快 我哪裡有講不清楚的地方 把我的LINE加起來 然後用私訊問我的方式 因為我會幫你去做 你現在目前持股的見證 一檔 一檔 不好意思 不要太多 因為真的真的 還滿多人在問的 一檔個股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做一些線上的互動 我也說了 我的YouTube頻道 因為我之前都在 YouTube上面做直播為主 然後做一些專題的分享也好 我的YouTube頻道 上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 你值得 我敢大聲說 我敢驕傲的說 你值得上去看的節目的影片 這些影片的話 是我自己賺錢的工具 拿來跟大家做分享 因為你看像什麼 反指標 跟著散戶反著做 我跟妳講過多少次了 然後 如果妳想要有節稅跟 二代健保費的需求的話 妳不要買台積電 妳可以買台積電的股票期貨 這個的話 都在我們節目裡面跟大家說過 甚至教妳抓背禮 教妳抓國安基金的起漲點 我都有在節目裡面跟大家說明過 甚至 我之前還拍攝一個專題 就是投本筆的教學 我就跟妳說了 妳不要單純看投信的買賣超的張數 請妳看的是什麼 投信的買賣張數之外的話 拜託妳 妳再去多除一個股本 或者多除一個股票的發行的張數 妳就會發現說 我們去年在跟大家說 省準的時候 那時候是126塊 那最新最新的省準的話 來 不好意思 到昨天為止的 2月21號的省準是323 來 我直接抓一個126 到這只是323的話 我不管妳什麼時候買 妳都是賺錢 這個觀念的話 都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上面 交給妳過 當然不是叫妳 我再次重申 不是叫妳看我節目就去買股票 請妳聽懂我的一句話 請妳看懂我裡面的內容 看懂我裡面在告訴妳什麼觀念 妳再去找合適的股票 妳可以把我們的操作觀念 操作的一些策略把它學回去 因為其實今天 今天的省準 因為他昨天公布出來他的 因為他長太多 短線長太多 被主管機關要求公告自捷 他只有賺1塊2 12月賺1塊2 所以這有點像是不太符合 不太符合現在目前的股價的位階 但如果就整個拉回的過程之中的話 我覺得這場個股 你還是可以去做留意 因為他的產能 全產能都在台灣 然後甚至像是我之前跟大家預告的 就是在今年的所謂的網通 甚至像是2月27號 有MWC的大展 世界通訊大展 在西班牙實體展出 這些相關的一些資訊 這些相關的前景趨勢 都會帶動網通的族群 有機會去做走高 只是有時候遇到壓力的時候 比方說創高的時候 或比方像是遇到前波壓力的時候 右手邊的是志邦 那志邦遇到前波的壓力的時候 他就有一點點卡卡的 所以看節目看清楚沒感 告訴你一些操作的策略 操作的重點 並不是叫你去做追價 而是請你把我們節目的一些觀念分享 把它學回去 用Line 用YouTube方式 把這些更多更多好用的資訊 把它帶回家 或許你在家 不知道 反正就是你還要好好把它吸收回去 來 繼續看下去 投本筆的張數的排行 投本筆的買賣超的排行的話 今天沒有時間跟大家說明 之後我會每天每天 把我的投本筆的統計資料 放在我的Telegram Telegram上面會分享給大家 你可以在我的Telegram上面 Line上面去找到 那我要講更重要的更重要的內容 就在這邊了 不是跟你說我很厲害 而是告訴你說 現在的市場的內資法人 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他們說成他們很厲害 因為他們這個時間點 就在很積極的再去做任養 很積極的再去做一個操作 去做一個作帳 那就如我之前跟大家說到的 新春五星級的 這檔康書跟袁太 我直接跟你講 為什麼這樣的觀念好了 康書如果你有看到他 當然他昨天拉尾盤 拉8.82%快拉漲停板 或許他今天可能會稍微震盪一點 可是波段依然是看好的 我為什麼看好他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看這邊有沒有 像是創高 然後整理過後 再去做一個突破的動作 這個突破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 其實他前一陣子開了一場法說會 他開法說會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重點 他說因為我們電源供應器 難免會受到一些景氣的波動 尤其是最近的消費的問題 消費端的景氣波動是 干擾是大的 所以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我們做了一件事情什麼事情 去併購了瑞士商的 ABB的電源管理的事業群 這個電源管理事業群 它的主要的市場在哪裡 在高階的 伺服器也好 車用也好 然後公控也好 主要的市場在美國 所以它就是一個純的高階的 沒有消費端的干擾的 這種伺服器的部門 電源供應器的部門 所以讓康書變成說 市場上面發現說 他如果真的把它併下來的話 今年不一樣 未來不一樣 因為再也不會受到 或者說能夠把這個 所謂的消費端的景氣波動的影響 變得比較小一點點的 然後讓這個干擾降低低低的 所以這種就是讓法人認同 讓法人來去做買單 這就是我跟大家說過的 現在開始你必須要看法說會 現在開始你必須要看 它的營運的展望 跟它庫存調整的 就是一些 就是它的體質調整的狀況 所以康書是之前分享給大家的 如果這個時間點 你有的話恭喜你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可能自己要找尋一下 就是所謂的有沒有測一下月線 就是 我不能叫你做追高 但是如果這邊 波段的方向的話 我依然是樂觀看待 後續的一個部分 那同理而言 源泰的部分的話 我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你看這邊有沒有 也是一樣 這個底部 從去年的12月打到 最近大概在2月的時候 才去做突破的 所以它從2月份的突破行情以來的話 到昨天是210塊 它那個突破的點位 大概在190塊 所以大概一張可以賺個2塊塊 貼補一點就是買菜錢 為什麼源泰會這麼樣的強 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最近的 前一陣子它那個電動車 就是它那個車的展覽的時候 它發布發表了正式跟 B&W合作的變色車 就是B&W的那個車身 可以變色耶 那很炫耶 如果B&W導入的話 B&W會不會導入 B&W導入的話 大車廠會不會一起 你會用喔 我來學習觀摩一下 這就是創造了 無限的想像的空間 或者是說這就是從無到有 那是最美的一段啊 所以這個觀念就是分享給大家說 喔 那到底今年哪一些族群 能夠去做一個成長 那你就可以稍微關注一下 我們就跟大家說過的 看像是政策主導的三八火 那順便跟大家補充一下 27153的是誰 八放雲集 有沒有創破段高了 那我們那時候分享給大家的時候 是我在我的YouTube頻道上面 分享給大家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在160 170塊附近 那我在今年的 就是新春特別版節目的時候 分享給大家的時候 也在差不多接近200塊附近 到目前為止的話 也都有到255塊 所以我們那時候分享給大家 你一張賺七八萬 最近的話你一張可以 大概可以賺個三四萬 還不錯 還不錯 那這就是跟大家說明說 其實到目前為止 你依然可以關注到的是 雖然行情不給上 雖然行情在這浪 但一些所謂的內資的 偷信的 然後任養的 然後作賬的 這種股票的話 都會在現階段 比較活潑活潑在活潑的部分 那也就如我這年跟大家說到的 我再給你看一個數據 不好意思 這個因為今天 現在8點24分了 已經被洗掉了 可是你如果看一下 這個千金股的部分的話 信華昨天漲停 然後創意星翔碩 昨天在那個已經千金了 然後下面還有普瑞跟四星跟AES 正在往上去做挑戰 AES我之前也跟大家說過了 它也是一檔從無到有的 電池模組的供應商 因為它之前原本在伺服器 原本是在電動自行車 可是它接下來的部分的話 就會切入到電動車上面去 所以它的股價也是一樣 守住了月季線往上走 守住了月季線往上走 這種觀念的話 都是跟大家說明說 其實你要好好把握 現在目前應該很多還是 在觀望 在等待 等待說下禮拜回來之後 會不會廉價結束之後 行情會好一點 但我會告訴你說其實 很多的個股都已經去做一個 領先去做表態了 所以一樣的觀念 這兩天這三天 我還是會有更多更多的互動 跟大家做分享 你可以先把我的Line加起來 然後跟我做私訊的一對一 有需要持股見證跟我問一下 如果我們最近正在做的操作的話 是這個祭底桌帳班 因為我要帶著我們的團隊 帶著我們的團隊會員們 就是把這個祭底桌帳行情 把它轉起來 或許你會說還好那麼快 但我剛剛說你說就開始了 因為不要等到三月份的時候 市場在最高的時候 才去做一個什麼什麼 就是最高動作 那記者同班有需要的話 歡迎加入 用電話用Line的方式 跟我們做掐詢 以上分享給大家囉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僅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又請取消消息 我們在倫敦 我們在倫敦 在小店裡 買手